据韩联社报道,据韩国国防部有关人士28日透露,国防部长官郑景窦,当天在首尔龙山国防部大楼,会见美国驻韩大使哈里哈里斯。 双方可能就近期韩日见机矛盾、韩美军费谈判等问题交换意见。 消息称,双方会面约一小时二十分钟,郑景窦很可能在会上就日前日基低非威胁韩剑仪式表明韩方立场,并指出日方主张的不合理之处。 报道指出,一直就该问题,保持中立态度的美方,是否将从中发挥握旋作用备受关注。 据另一名有关人士透露,双方还就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等双方关切的问题,进行了探讨。 但国防部方面表示,双方商店将不对外公开具体的会面内容。 本月23日,日本一架行逻机,低空掠过一艘韩国军舰上方。 当时日基的飞行,高度仅60至70米,距离韩剑约540米。 这是日基第四次抵径韩剑。 前三次分别为去年12月20日,今年1月18日,和1月22日。 而日方此前主张韩国广开土大王号驱逐舰,2018年12月20日,针对日基进行火控雷达照射,并要求韩方道歉。 就此,韩方阐明韩剑并未针对日基照射雷达,而是日基低空飞行抵禁威胁妨碍韩线救援。 环球时报驻朝鲜特派记者,蒙九尘环球时报特约记者李梅,朝鲜媒体日前再度对韩国及日本,发出选择声音。 据韩国世界日报23日报道,第七十三届联合国大会17日未经表决,以协商一致的方式,通过题为朝鲜人权状况的决议。 朝鲜23日,首度就此发声,对韩国支持联合国通过上述决议案予以谴责。 此前一天,朝中社还谴责日本市社与美国联合开发的新型拦截导弹。 朝鲜外宣媒体我们民族之间23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,指责韩国宣称,支持联合国通过朝鲜人权决议案。 当年谈论所谓信任与和解,背后则追随外部势力打压同胞。 文章警告称,韩国应想清楚,携手外部势力对抗同胞,会给朝韩关系,带来何种严重后果?并摆正态度。 此外,朝鲜对外宣传媒体回声,当天也发文炮轰称,殖民于人权闹剧的美国及其追随分子,具有挑衅性质的恶劣举动,必将付出惨痛代价。 韩国媒体分析认为,朝鲜此次并未通过外务省,或劳动新闻等政府,和官方媒体发表评论,已将炮轰力度降到最低。 该国之所以对此事反应强烈,是因为美国以人权问题为由加强了对朝施压力度,而针对日本在夏威夷附近,进行与美国共同开发的该进行反导导弹试射仪式。 朝中社22日发表评论,称这有为当前半岛的和平氛围。 目前,在半岛形成的新和平气流,对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,都产生了积极影响。 日本在此时渲染莫须有的朝鲜威胁论,不能不说是一个离奇古怪的举动,令人不解。 当前,半岛无核化谈判正处于僵局,各方期待重建互信。 韩民族报23日,发表社论称,日前举行的美韩第二次工作小组会议表明,美国已经展现对话诚意。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,即将发表的新年贺词内容备受关注。 各方需在朝方为朝美、朝韩关系,以及无核化谈判,取得进展作出果断选择。 新华社乌鲁木齐1月14日电提,追梦无止禁忌武警工程大学乌鲁木齐校区教授崔书龙。 王岳山,杨喜鹏,张锦兴,提起崔书龙教授。 同事们都说,他是出了名的大漫官和即兴子,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,教学成果奖,教育技术成果奖和玉台金奖。 教研工作中,今日的工作绝不拖到明日。 有了想法就立刻去执行。 科研工作不能做白日梦。 早一日拿出新成果。 战时就多一份胜算。 崔书龙说。 2006年,崔书龙负责武警部队某新型一体化指挥系统开发研究。 当时一无资料,二无团队,三无县城技术。 而且同类型的系统研发。 国内机构用了十年才完成。 我耗不起十年时间。 作为项目负责人。 崔书龙带头把床铺搬到研究中心。 发誓要在两年内完成这一任务。 困了。 就在几把椅子拼洗的床上眯一会。 饿了。 就泡碗方便面充饥。 当研发工作的相关资料不足时。 他连休息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。 写下六十多万字的读书笔记。 计算用过的纸张落起来有一米多厚。 四百多个连轴转的日日夜夜。 崔书龙带领团队,圆满完成任务的同时。 创造了全军多项第一。 身在部队院校校员岗位。 崔书龙时刻想着的是一线的实战需求与指向。 一天晚上。 崔书龙被一条新闻吸引。 阿富汗战场上。 英军利用智能手机上运行的弹道计算软件。 创造了2548米成功狙击目标的记录。 崔书龙深知。 精确狙击在反恐作战中,起着决定性作用。 实战中。 狙击手需要依据目标距离、风向、风速和射击高低角等进行计算。 调整标尺。 如果能用智能手机上的软件,替代口算笔画。 对于提升狙击精度有极大益处。 说干就干。 等不及课题正式立项拨款。 崔书龙自己掏钱购置了研发所需的设备。 开始了研究工作。 三月的乌鲁木齐。 气温低至零下20多摄氏度。 崔书龙在落满积雪的靶场上,持续工作了两个多星期,从100米距离开始。 他每隔5米,采用5种射击姿势各射击10次。 打了上万发子弹。 拿到了狙击步枪,在不同距离和射击姿势下的弹着点数据。 依照这些数据。 崔书龙成功推导出全军首个狙击步枪弹道模型。 并制成了相应的手机软件。 软件在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推广应用后。 很快就在实战中,创造了一枪毙敌的佳绩。 梦想在召唤。 战斗无穷期。 任教以来。 崔书龙先后荣立二等攻三次。 三等攻六次。 研发信息系统二十余项。 装备配发部队十项。 应用超百万人次。 他所创建的天山反恐云系统。 即反恐作战、指挥、训练、情报多种功能于一体。 为武警部队反恐维稳,提供了多元化的服务。 如果美宁军人都一直抱有梦想。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。 那么我们这支军队的明天会更强大。 我们国家的未来会更美好。 崔书龙说。 韩国国防部15日发布2018国防白皮书, 删除朝鲜政府和军队是敌人的表述。 这一变化反映南北关系改善。 新版白皮书用敌人指代更广泛的国家安全威胁。 笼统地把威胁和侵犯韩国主权、领土、国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一切势力界定为敌人。 韩国国防部在一份新闻稿中说。 这一概念不仅包含朝鲜。 还包含快国威胁、非军事威胁,以及不断增加的潜在威胁。 白皮书没有提及韩国为应对朝鲜导弹威胁,而构筑先发制人士杀伤链系统。 准备在大规模冲突中,对朝鲜领导层实施斩首的大规模惩罚报复计划。 韩联社解读。 这些术语,可能被朝方视为挑衅。 新版白皮书因而以战略打击系统许而代之。 白皮书写道。 韩朝曾在军事对峙与和解合作之间来回摇摆。 但双方2018年三度举行首脑会晤。 朝美首脑会晤首次举行。